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于是他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开始控告他说 我们查得这个人煽禍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且自称为墨西亚君王 比拉多随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司机长及群众说 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 他们越发坚持说 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雷亚起,直到这里失教,煽动民众 比拉多听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里雷亚人 既知道他属黑洛德统治,就把他转送到黑洛德那里 这几天,黑洛德也在耶路撒冷 黑洛德 黑洛德见了耶稣不胜欣喜 原来他早就愿意看看耶稣 因为他曾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 也指望他显个奇迹 于是,问了耶稣许多事 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 司机长及经师们站在那里极力控告他 黑洛德及自己的侍卫鄙视他 细笑他,并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 把他借回比拉多那里 黑洛德与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朋友 因为他们原先彼此有仇 比拉多召集司机长、官吏及人民来 对他们说 你们给我送这个人来 好像是一个山货民众的人 看,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 而你们告他的罪状 我在这人身上并查不出一条来 而且黑洛德也没有查出 因而又把他借回到我们这里来 足见他没有做过应死的事 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 每逢节日 他必须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 他们却齐声喊叫说 除掉这个人 给我们释放巴拉巴 巴拉巴原是为了在城中作乱杀人而下狱的 比拉多又向他们声明 愿意释放耶稣 他们却不断地喊叫说 定在十字架上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这人到底做了什么恶事 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应死的罪状来 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 但是他们仍立声逼迫 要求定他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厉害 比拉多遂宣判 照他们所请求的执行 便释放了他们所要求的那个 因作乱杀人而下狱的犯人 至于耶稣 却交出来 让他们随意处理 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 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 鸡勒乃人西满 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 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 有许多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 妇女垂胸痛哭他 耶稣转身向他们说 耶路撒冷女子 你们不要哭我 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 因为日子将到 那时人要说 那荒胎的 那没有生产过的胎 和没有补养过的乳 是有福的 那时人要开始对高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对丘陵说 盖起我们来吧 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木 他们还这样做 对于枯稿的树木 又将怎样呢 另有两个凶犯也被带去 同耶稣一同受死 他们既到了 那名叫独楼的地方 就在那里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也钉了那两个凶犯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耶稣说 父啊 宽赦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捏揪 分了他的衣服 民众站着观望 首领们痴笑说 别人他救了 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夫者 被选者 就救他自己吧 兵士也戏弄他 前来把醋 给他递上去 说 嘿嘿嘿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 就救你自己吧 在他上头 还有一块 用希腊 拉丁 及西伯来文字 写的罪状牌 这是犹太人的君王 悬挂着的凶犯中 有一个侮辱耶稣说 你不是摩西亚吗 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另一个凶犯 应声择斥他说 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 连天主 你都不怕吗 这 对我们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 我们所受的 正为 我们所行的 但是 这个人 从未做过 什么不正当的事 随后说 耶稣 当你来为王时 请你 记念我 耶稣给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 你就要与我 一同在乐园里 这时 大约已是第六时辰 遍地都昏黑了 直到第九时辰 太阳失去了光 圣索的账曼 从中间裂开 耶稣大声呼喊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 交托在你手中 说完这话 便断了气 百夫长看见 所发生的事 随光荣天主说 这人 实在是一个义人 所有同来看这景象的群众 见了这些情形 都垂着胸膛 回去了 所有与耶稣 相识的人 和那些 由加里雷亚 随事他的妇女们 远远地站着 观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名叫若瑟 是一个义员 又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 他原是犹太 阿里 马特亚成人 一向期待天主的国 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 他去见比拉多 要求耶稣的遗体 他把遗体卸下 用炼布裹好 安葬在由岩石凿成 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 那天是预备日 安息日快到了 从加里雷亚 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 在后边跟着 观看那墓穴 并观看耶稣的遗体 是怎样安葬的 他们回去 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 安息日 他们依照诫命安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